今天帶來了一場有權服最搶花型的影片啦 讚哥哥玩內線球運非常之出色 在開始之前 還未訂閱我頻道的朋友 記得訂閱和按下右邊的響鈴 就可以收看更多灌籃高手的資訊哦 因為阿牧在中間 櫻木不能向中間摘布跳投 而花型會防底線的摘布跳投 他現在這個位置也只可轉球 所以牧要站在櫻木轉球路線中間 好運的話可以截球 這個位置飄移投籃 出手時被籃板遮擋著啦 狠挪看清楚何時出手 一場最少可以用一次來偷分啦 這一球仙道在中間位置 藤真只好像有突破了 但牧不是跟向右邊 因為花型已經準備布防了 牧就向左走站在向高砂轉球的路線上 花型在左邊舉手 高砂就被逼走近他哦 然後底線就沒有人可以補防了 左邊有仙道 藤真如果向右突破 阿牧就有機會追不上他了 花型在這時候站進藤真協防 花型的舉手是一個假動作啊 高砂看線了 會物以為花型向籃框進攻 但當你轉球起他的時候 他就鬆開手來一個後仰跳投 最近藤真的仙道幫跳了藤真 花型就走向櫻木那一邊協防了 先到這一球站位失誤了 他應該走向沒人防守的櫻木 花型果然是高手 有秒百拉 假投接突破後仰 真的是非常實用 假投接突破後仰 真的是非常實用 高砂已經跳起了 落地之後有短暫的硬直實踐 這個時候用起碼射箭 既可以突破櫻木 高砂也沒有足夠實踐封下花型哦 藤真接球後向前走 當看線阿牧跟了上前 就突然走向後方射球 高砂的擋拆也非常之精彩啊 可惜空位不入啦 花型補防藤真 然後回頭封個高砂 非常精彩啊 這一球花型失誤了 接球的位置超出了後仰射球的範圍 最後被光頭櫻木封下來 這一球效果有點似仙道分球起高砂速扣一樣 這玩法一定要學哦 都適合的階藏球 通常藤真在有人協防之下會轉球,今次卻沒有轉球,空位得手啦。 阿牧在這個距離被藤真封下來,有一點慘呢。 仙道站在轉己高砂的路線上,阿牧則站在轉己藤真的路線上。 阿牧這個帝王抄球非常精彩啦。 這個擋拆非常精彩,玩三排的可以練習一下這個組合啦。 通常內線會跳扣籃的風格點,挑一投籃投分非常好用啊。 這裡錄製的時候網絡有點慢,非常抱歉。 這一球櫻木跳早了一點,非常可惜啊。 現在領先三分,一開球木和仙道都防守有三分球能力的藤真了。 一炎多點,再加上了把刀去。 搅拼了三分,兩格雷團。 一炎多,兩格雷團的藤真迷,超級白色的藤真。 打看上去,要在別的藤真爽條嗎? 打黑色的藤真爽、特工具嗎? 插。 打黑色的藤真爽來看上去。 擺掛、同一個階段用的藤真爽條。 就要開始。 再玩烤單。 我是你猪我猪,我不懂说国语,做一个视频花上了很多时间,如果缺少了你的一个Live,我怕我会支持不住,下次见。